各位残友大家好 今天小峰给大家欣赏一件 清淡樊红彩的150件赏评 这个赏评啊比较有意思 这类的赏评呢 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介绍过 大家看这件樊红彩的赏评 这个150件规格呢 是高度434公分左右 大家看它的纹饰 画的呢全是小葫芦 这个口部的纹饰呢 跟尖部的纹饰 这是一圈蝙蝠纹 它的寓意呢是福禄万代 子孙万代 也可以代表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看这件屏的工艺 大家看啊 它身上有两个葫芦形的开光 葫芦形内部呢 画的是粉彩人物 加粉呢 加的非常厚 非常漂亮 一个呢叫子成名 一个是子孙万代 它这个整体的寓意 就是子孙万代 福禄万代 这类青代的繁红彩的赏评呢 基本上的寓意都是这样 这个咱们也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知识点呢很简单 而且呢这是一个传统原汁原味的东西 大家呢学习起来也比较容易 文式呢是葫芦 比较少比较少 比西藩帘的要少一些 这是蝙蝠纹 它的通体文式呢 画的是葫芦 这个比西藩帘的档次要高很多 而且呢也少很多 而且呢它的开光还是葫芦 我们看一下它的内糖 这是内糖是原汁原味 老包姜的东西 这个口部之前有苗筋 大家看到吗 原始的都有苗筋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它有部分脱落 大家看一下它的底部 这都是开面大佬的东西 大家呢学习起来也比较容易 而且呢档次都比较高 这个底部啊 有微微的紧紧 这呢大家可能看不太清 最后啊 我们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详细的看一下 我再给大家解说一下 这个比较好理解啊 这类的题材咱们之前讲过 现在咱们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了 大家详细的看一下 这个细节的地方 首先我们看这个粉彩人物 加粉加的非常厚 然后这个是叫紫成名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种反红彩 看一下它的右面 这都是老彩老包姜的东西 非常漂亮 这是150件的 画的呢都是葫芦纹 这个口部呢 跟这个肩部呢 周圈的是蝙蝠纹 整体的寓意就是葫芦万代 子孙万代 叫紫成名 这边是子孙万代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口芽的地方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原始的口芽呢 都有苗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都慢慢的呢脱落了 看这个地方 这个苗筋 这是原汁原味味味清理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啊 非常漂亮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底部 这个底部呢 是有一个微微的小精柚 大家看一下它的底部 这都是传统开门大老的东西 这是它的右面 老实际的右面 但是呢 这个地方啊 就是右面 微微小精柚 非常非常的轻微 看一下这个胎足 坚硬瓷 这个词是胎足甘老 这是咱们之前跟大家经常说的 这个比较容易学习啊 藏友们呢 看一看自己总结总结 这个词器没有什么难度 非常漂亮 而且档次非常高 这是很难遇到的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知识呢 也很简单 咱们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是一件 繁红彩的葫芦纹 葫芦型开光 粉彩人物 150件的赏瓶 非常的漂亮 通体呢 画的是葫芦纹 这类的寓意呢 基本上都是子孙万诞 葫芦万诞 画葫芦纹的非常少 而且葫芦型开光 粉彩人物 家粉家的非常厚 子孙万诞 教子成名 非常的漂亮 这也是此题当中精品的东西 底部呢 开门大佬 态度干佬 有微微的小精硬 微乎其微 内堂呢 也是传统老包疆 大家学习起来呢 也比较容易 就这么点知识 感谢藏友们的欣赏观看 如果您爱好老字记 喜欢老字记收藏的话 别忘了给小坤点点爱情和观众 您只要关注我 多看一下咱们之前讲解的视频 每一期视频给大家拍的都非常详细 对于您学习此系上是非常有帮助的 咱们只讲收藏事实 不讲简陋故事 再次感谢大家 欢迎大家互动留言 感谢观看